由刘青云,古天乐,陈思成,李星杰等联名主演的灾难片《逃出生天》经日曝光一组剧照 在这组照片中,主演古天乐变身蜘蛛侠,仅靠一根绳子在大厦外壁攀爬 而李星杰迫于险境,也必须跟古天乐一样爬墙逃生 虽然之前早有过拍摄电视剧《烈火雄心》的经验 但古天乐这次是首度出演全球首部三地灾难片《逃出生天》 他早就预计到这次的辛苦程度需要付出很大体力 但仍坦言,辛苦程度超出了自己的心理准备 据香港媒体报道,港期陈浩铭的太太蒋溺莎 昨天中午剖腹产摘一名健康男宝宝,母子平安 让她开心地对外分享喜讯 她投入儿子相当活泼好动,脸圆嘟嘟的应该和自己比较像 当没问到要帮小孩取什么名字时 她在表示会先询问家族长辈意见 过几天才会确定 已经44岁的陈浩铭再度当爸 惨人心情还是很紧张 不过这次没有特别选日期进产房 只要老婆与孩子身体健康就好 而听到儿子出生时洪亮的哭声 让他顿时放下心中道时 直呼要继续努力工作 给家人最好的生活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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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